在上赛季结束以后,2016年的最佳新秀被熊鹿队的二轮秀布罗格登拿到,这不禁让人怀疑,让一个二轮秀拿到最佳新秀,难道2016届的新秀们就这么不堪吗? 即便西蒙斯缺席料整个赛季,难道那些高顺位的新秀们风投压不住一个二轮新秀吗? 事实就是这样,上个赛季,整个2016届的新秀们确实没有人能比布罗格登发挥更加出色,而且在赛季末期,布罗格登更是稳坐球队主力位置,成为熊鹿队进入季后赛的功臣之一 但是,随着这个赛季的进行,2016年的新秀们都开始绝其料 尤其是选秀的前三顺位 数据和表现从目前看来,三个人的实力对比的话,西蒙斯肯定是第一,英格拉姆是第二,杰伦,布朗则是第三 西蒙斯,现在的表现非常出色,打法和当初的詹姆斯差不多,但是,数据看起来比詹姆斯还要出色 虽然詹姆斯的职业生涯从未有过单赛季场均得分不足20分的时候 但是,西蒙斯的8.9篮板比詹姆斯生涯任何一个赛季都要高 7.8次助攻的数据,也超过料詹姆斯绝大部分赛季